姜濤的綜藝新聞報導 所以說廣東話有時候真的很有智慧 所謂躺著也中槍 今次誰躺又是姜濤 誰中槍又是姜濤 今天新假期出了一篇報道 MIRROR成軍五年 前後對比他們五年的變化 當中的內容其實都不值一看 即是高登仔都免得再用時間 心機去分析 因為根本是不值得分析 根本是沒有需要看 但問題上就是 因為我始終都覺得都是要譴責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新假期出了一篇這樣的垃圾文章 結果就有很多這樣的網絡KOL 有很多這樣的網絡群組 就去拿這篇文章出來去搞 搞了其中一件事就是 原本他打算都是搞Anson Lo 他說他五年前後的對比是整容 這樣 他有一個群組 在Facebook群組 大家看看 就叫做這個 對白CAT圖王 就引用新假期這篇文章 做了一些圖 有觀眾聽眾就CAT了給我看 就說Anson Lo五年前和五年後 他就說 除了人氣大執位 還有眼耳口鼻 即是說 拍攝Anson Lo就整容 原本呢 老實說 我作為姜糖 其實就沒什麼敢說 我告訴你 你講誰 你不是講姜糖 我都免費用時間 心機用腦去再看 你說我講得對不對 但問題上就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講一下講一下 你講一下 跟著 我的姜糖 姜糖 姜濤群組就是 真是取笑的 有些取笑Anson Lo的成份 但是取笑一下 就談到姜濤一個樣子的變化問題 還要講一個整容問題 究竟為什麼會在姜濤的群組 出現這些事情呢 高登仔 今天呢 就為你 帶來這些 這樣的問題 討論一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 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 就 留個心心 留個笑容 的留言 一點都可以了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課金支持 其實因為你們的課金支持 一斤幾號都可以了 你們的課金支持 是給YouTube一個訊息 因為之前呢 我們這條頻道 受到 悲哲的攻擊 就是講這些 什麼Anson Lo 今次這段影片 又不知道是Bang多次 九月份 真的很激 講Anson Lo Edan 就會被人Bang Bang足八次 都不能上片 但是這樣都沒有了 高登仔 去為姜濤發言 講出事實的真相 你越Bang我 我自己越勇 但是呢 Bang還Bang 我都懇求大家的支持 你們課金 一元幾號都可以了 那麼最重要 給這些數據 給高登仔 向這個 YouTube講 就是我們這條頻道 有很多人支持的 所以呢 就希望他在一個監管期 快點完結 好 好 看看這件 如何躺著也中槍 眾所周知 有時姜濤就很慘 那麼多年來 那麼多的例證 我都不需要一一說明 有很多時候 那些這樣的報導 根本就不關姜濤事的 結果呢 有很多的報導 最後都會矛頭 指回去姜濤身上 甚至姜濤身上 甚至姜濤身上 這些例子 真的多於行星 就是多於凡星 那所以 講都講不完 那麼 那麼我們經常都有個概念 就是說 基本上呢 因為姜濤現在最紅 基本上講什麼話 都會賴到他 是吧 好像之前講的那些什麼 JPAC事件都可以講到姜濤身上 不過我沒有講出來 免得 因為這些實在太過風霸 不相及的事情 免得 但是今次去講MIRROR成員 就不同了 話說 新假期就 就著這一次 11月1號 MIRROR的五週年迪士尼活動 就出了一篇稿 這篇稿 就很明顯 就是 是 為打而打 為打而打 捧誰 自己入內民看 就知道了 那麼 跟著裡面 就講回 MIRROR12指 各自的成就 成績 這樣 那麼 當中都是 都是錯漏百出的了 老實講 應該報的不報 不報的又報回 所以很奇怪 亦都那個 報道那個 份額不同 說真的 應該是 姜濤是最多的 成績 好的改變 對不對 就講一句 是吧 就今年 風雨不改 提名金像獎 他都沒有講 所以這些文章 是不值一提 那麼 當中呢 就 當中呢 就 講到 MIRROR12指 他們就有一些 新舊相對比 說 MIRROR12指 五年之前 的樣子 是這樣的 那麼 當中呢 都 有趣的 因為 就是 比較五年前呢 其實MIRROR12指 個個都很清溺的 五年前的樣子 重視有些已經是二十到尾 五年前之後 那麼現在當然是已經三十幾 那麼 那麼 但是當年都很清溺 那麼 那麼 你說 看照片都OK 這樣 那麼 當中呢 結果這一篇 就 就是 有些流傳 有部分人 就講一下 這一篇 也都有一些 不同的群組 也都去討論 就是 這一篇文章 乃至到 五年成功 一個迪士尼的活動 究竟是 例如比 那樣 那麼 高登仔之前我都講不 重複了 那麼 但是當中呢 就有一個群組 就叫做這個 叫做這個 先 因為它的群組名 就是 相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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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對白CAP 那就是我的觀眾 聽眾CAP了圖給我 那麼 他就做了一張照片 就著這篇 新假期的報道 就引用這個 新假期的報道 那 就叫做 新假期的報道 叫做MIRROR成功 五週年前後 對比 人氣排名大執位 這位成 黑馬成功上位 那樣 那就是 講吧 那我就不講 但是最大問題 就是他就講這個 對白CAP的王 就講 在五年前 和五年後的 Anson Lo 除了人氣大執位之外 還有眼耳口鼻 嘟嘟嘟嘟 自己這樣 就是影射Anson Lo整容 不應該 我經常說 那些傳媒 無論你 就算是不是抹黑姜濤人 或者抹黑其他人 我覺得不報道事實的真相 但是 在這裡講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 去抹黑別人 其實在道德上 我都覺得不可以 雖然我是姜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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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說這樣搞一個人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在道德上都不太好 就這個群眾就這樣 結果就 很多人 就下面留言 就說 說他不撿好 那些撿 越撿越交樣 這樣 這樣 沒有信心才會撿 總之 都是會引來很多 這個mean的說話 這樣 這些mean說話 就 預了 你弄這些標題出來 你預了 一定會引到這些人 是不是 你弄一些負面標題 自然會引起一些負面的人來討論 是不是 你弄一些好的話題 比如說回姜濤的一些好的成績 好的表現 近來的近況 這樣相對就會吸引一些正能量的人過來 是不是 好像我們的頻道這樣 那 結果呢 這些討論就落落了在各大那些姜濤群組 最初呢 就在這裏笑的 最主要呢 但我都說 在這段片 不知道會不會又被人贏 在這裏笑 Anson Lo 就說 5年前的樣子 好像像人樣多些 這個是他講的 那些網友講的 不是我講的 全部卡住了 這樣 他說 Anson Lo 5年前像人樣 現在的樣子 就太膠了 這樣 那就是 五官都不會動 越來越恐怖 那當然 有很多那些 那些 mean的說話 那那些 那些 那些 雖然 我不是說特別喜歡Anson Lo 但是我自己的取態就是 學姜濤一樣說的 就是 如果他 在這段時間 沒有特別做過傷害姜濤的事 那我都不特別挑他來 或者說他 但是問題上就是 當在姜濤群組有一些姜濤 是笑人 取笑Anson Lo 那時候 結果會成為什麼 什麼時光呢 結果就說 本來 就是海面走平靜的 誰知道 你突然間 就在海邊走走走 結果 有塊石頭多漂亮 這樣 我就 將石頭 飛到一個 平靜的海面 那裏 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 一石 激起千蟲狼 就是這些蝴蝶效應 就是有沒有人 講過蝴蝶效應 就是你在 美國的東岸 有一隻蝴蝶在飛 的話 因為蝴蝶效應 會越來越 氣流越來越多 接著就去了 去到印度那邊 就會打風 類似那個蝴蝶效應的比喻 就是這樣 結果 一石 激起千蟲狼 有些姜濤 就看到這些 看到這些 這樣的報道 在那裏笑Anson Lo 好東西又有東西 在那裏笑 結果就轉發下去 那些姜濤群組那裏 就是 即是開頭我留意到 都在那裏笑一下 Anson Lo 即是那個 說膠樣 他們 我不予置評 其實我也覺得 不是太好 即是我 我都經常說 即我不單是 教化那些 抹黑YouTuber 叫他們 不要取笑姜濤 其實我有時 都 講過幾次 就說 以前姜濤 都會是 會比較 不會去取笑別人 不知道是否近幾年 那個 偶像 那個爭奪 那個激烈化的行為 所以出了一班 就比較 激進一點的姜濤 即是他們去到這些位 他們就會經常去攻擊別人 我經常都說 不是很鼓勵這樣的行為 結果 一開始 我的群組 就在那裡 取笑Anson Lo 等等 的面容之外 取笑他衣著 跟著 就取笑他很多東西 等等 結果 開始 就有人挑起一些話題 挑起一些什麼話題 就是大家最不想聽的話題 就說 其實 有時候我們做姜濤 是吧 就是笑Anson Lo 之餘 姜濤有沒有去整容 這樣 有沒有去 撿一下他眼耳口鼻 現在這麼英俊 這樣 結果 那些姜濤 就找回以前肥仔的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否姜濤 還有一些群組 就是很有趣 就是說 一講一下這些話題 有很多人 就 就是 義憤難恥 就說 哪一個人有整容 姜濤 是吧 Anson Lo整容都沒有到他 是不是 這樣 然後就找了姜濤的小時候 剛剛去 發落男星 全民造星 然後有些初速度的照片 跟現在比較 其實有些人 是比較五官的位置 其實覺得姜濤都好像 沒有整容 然後有些人就說 還說不整 以前的樣子都很單薄 現在為什麼這麼立體 那 那 我也想說一句話 老實說 你不要說整容不整容 是不是 可以找些什麼人出來 可以公認是沒有整容 我不知道 但是 很難 很難 很難找個這樣的例子出來 周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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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下 周韻發那時候 在TVTV 做臨記 做臨記 跑腿那時候 剛剛在訓練班出來的時候 那個樣子 跟現在你周韻發的樣子 其實都可以是爭天拱地 我自己覺得 就是 他們的樣子是不同了 就是年輕一點和老一點 當然也有人反過 嘩 你找周韻發 這樣 差了四五十年 現在姜濤差了五年 樣子都變了 但是問題上就是這樣 我想說的一個項目就是 娛樂圈 其實 用一個很老土的字眼來講 它一向都是一個大眼光 而這些大眼光 很多時候 當中牽涉一些不同的文化 是吧 無論改變自己的心態也好 不改變心態也好 改變造型也好 不改變造型也好 他們都經常說 那些髮型會改變 那些化妝術會改變 化妝術 因為最近高中仔 有時候看那些 短片 說那些 那些 那些女生的化妝前 和化妝後 那些真的太誇張 所以我經常說化妝術 那些叫逆容術 那樣 好像王志華所說的 就是化完妝那些 那些還認得那些叫化妝 化完妝那些不認得 就叫做逆妝 逆容 變妝變臉 那 隨著不同的時代 有些化妝品 有些技術 化妝技術 都有不同 所以你說 四年五年 其實都是一個跨 來的 一個跨代 那所以 我想 我想跟他初出到那種化妝 你不要說樣子變不變 其實化妝的技術已經變得很多 四五年前 現在 我上次看什麼 連那些東西都可以造假的 看看是什麼呢 是那些叫做什麼呢 是那些 不知道 貼一些東西下去 跟著 就可以當那樣東西是假的 是什麼呢 口順 眼睫毛 什麼呢 不知道是鼻樑 貼一下那些東西 就可以當是高一點 還是瘦一點 不知道什麼 那麼 鞋子都可以增高 對不對 所以你說那些什麼高度 身形 就不能說 身形自己保持 你說那些高度 那些面相 全部都是按著時間去 譬如很多技術改變 可能那些增高鞋也好 增起鞋也好 或者那些化妝的技巧不同也好 那這些不同的安排呢 練到一個人變樣都不出奇 那所以 那有時候那些姜濤都 就是在那裡說 哎呀 好像說那一下 姜濤的樣子好像變得很厲害 那樣 你問高登仔意見呢 那我就肯定 我鐵定100% 那姜濤是沒有整容的 姜濤肯定沒有整容 因為我自己姜濤我有資格說 是不是 因為你整容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說 哎呀 為什麼那些樣子好像差得那麼遠 那我不排除呢 因為第一化妝的問題 是不是 剛剛你說參加全民造星有鬼 專門人和你化妝嗎 那到姜濤真正做為明星了 Superstar 到今時今日了 是不是 喂 國際電影都拍過了 金像獎也上過了 是不是 喂 那她化妝不同 都不出奇 就是 所以 你說特別明星 她一定是跟隨一個最新的潮流的 根據一個最新的潮流去改變的 所以 所以就 有很多這些不同的改變呢 就會告訴別人 喂 這些這樣的改變呢 真的會令到別人呢 會覺得是 有不同的效果 那所以 你說 有些姜濤覺得她的樣子 變了 我想只不過是我們自己不明白 現在的潮流的趨勢 還有一些技術的改良 是不是 喂 其實很簡單 你 你拿手機 你現在不是要拿相簿 如果你的手機 即是用得久 或者轉的時候 那些相片有保持著 你拿回五年前你的樣子 和今天的樣子 比一比 就是一樣變 是不是一樣不同 所以 這些事情 我自己覺得 真是無謂大驚小怪 還有 我覺得又無謂拿別人的相片 特別這些 群組 什麼鐵桃王 是不是 聽名字 都知道是搞事的 是不是 純粹 然後 她就拿Anson Lo出來去玩 玩完之後 我們姜濤又拿去那些東西來玩 結果 最後就玩回自己的偶像 所以我經常說 覺得這些就是回蝶效應 就是 原本就是不關自己 就是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本來都沒有事發生的 就是 人家本身 雜誌也好 或者那個群組也好 是 針對Anson Lo去玩 你自己姜濤又走 木頭埋去衝出去 就是 頭埋去被人打一拳 然後打屋拳不是打你 是打到姜濤 那我一下子才慘 所以我經常都勸勉 我現在都勸勉 那些姜濤有時候 就是 有一些事情 就是 除非她真的提到姜濤的名字 或者討論姜濤 你就要反應 如果你說 她都沒有說這些事情 那你 無謂 就是 無謂去 無謂去 就是 節外生枝 無謂去節外生枝 去搞人家 結果 你想著一心取笑一下 Anson Lo 結果 又搞回自己的偶像 姜濤 回頭 那又何必呢 所以我經常提示大家 有時候玩玩玩 就是說 關自己的事才玩 不關自己的事 說多也無謂 就是這樣 好嗎 好 今節的姜濤中的新聞報導就是這樣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